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高级的 你们暂时从来没上过基础课的人都不能进去听 听不懂 那个我会筛选 那个不是所有的人可以上的 你至少要有一定的基础 基本的有一些东西你会了 你才能够上到中高级去修 否则你修不进去 你一听张卜生胡说八道 怎么会是这样 好比一个小学生在听大学生的课 你就听不进去了 你就听不懂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这么为什么可以牵手牵眼 刷一道光一只手 刷一道光一个头又出来了 刷一道光又是一个什么出来 你根本就说 你也不能现在做 你现在回家就做 你成精神病来 不要大家瞪着个眼睛 这个样子 刷一道光一个手 刷一道光一个世界 你今天可不能这样做 我这是说中高层次的 你要有光了 那个光要出去了 并且是清凉的透明之光 为什么特别强调清凉 在后面都给你留下复笔 你练 要练出清凉的 又不要眼的光 这个东西才行 我们地球上的须弥山在哪 告诉大家 喜马拉雅山 这个地球上最高的那个山 就是我们的须弥山 这个世界的须弥山 我们人的须弥山在哪 人的须弥山在下腹腔 肚脐眼往下这个地方 它是属于欲界天 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山很高 将来你立正的时候 如果不小心它是一座大雪山 还要把它融化掉 所以这个将来在那儿 但是我们先说地球的须弥山 刚才说 你可以往生兜率驼天 往生兜率驼天 兜率驼天的五十六亿年 刷就过去了 因为天上一日人间千年 天上过一天 等于你在人间过一千年 这是什么概念 所以这个时间的概率患散 是这样患散的 你往生兜率驼天 内院里面弥勒菩萨在那儿讲法 你可以跟他一起下生 将来地球毁坏之前 娑婆世界毁坏之前 人类整个的我们娑婆世界都要变净土 诸佛菩萨不使众生 都要把他变净土 把众生都带走 你跟他再来 这是最坏的 你不能成就 你可以往生兜率驼天 也成就了 也叫寄身成就 你这个肉身没有在六道中轮回了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你们经常学佛的人会的 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法 这个方法也有秘在里面 在这十五堂课里面我会讲给你们 怎么去念佛可以往生西法 我今天也很感动 今天我接了一个病人 这个老阿妈挺辛苦的 一种病害得她中风 中风了几年以后 现在又得了不治治症的癌症 所以女儿很孝顺到处求医 求不了最后来这面了 来这面以后我这一看老太太 福德还挺足的 这个过去世还有很多的福根 我说你这样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因为她年轻的时候还拜观音 还念过 现在七十多岁了 不念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念 她说没力气了 老了 念不动了 病了 又开刀 又干什么 现在没力气了 我就骗她 我说你一个人太孤单了 你知不知道 孩子上班 没人照顾你 我说给你找个伴 她说谁呀 我说阿弥陀佛 你这个念着念着她就来了 你就跟她在一块了 然后她就给你做伴 然后你就不寂寞了 她说我没力气了 我说你跟我念 我慢念 你念一句 我念一句 你念一句 我们要有菩萨心肠 要帮那种危重病人 帮那种七八十岁的 她已经是暮年之人了 你怎么去帮她 你要学这些方法 你不会这些技术方法你没办法教她 我就很有耐心的 我说我念一句 你念一句 我就南无阿弥陀佛 所有的方法都要心平气和 神定气贤 不是像你们那个数数 有的人说念佛十万声多少遍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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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要闲 气要定 心要稳 声音要红亮 能有多红亮 实际上你还不敢真红亮 像我大声念 这个话筒就要上去了 不要 气沉丹田的时候 丹田有一种声音 不在喉咙发音 这个时候它就有一种震颤的声音出来 我就教老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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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他已经对生命没有希望了 对人生没有留恋了 这个时候他的心劲起不来 人活着是活着个什么 你的心火热的 充满着一种热情 充满着一种动力 充满着一种希望 这个时候你的精神就起来了 等死吧 不行了 没劲了 我要死了 烦恼就来了 越等 越做 越没神 越没精神 越不行了 这就越来越白白了 有一天就走了 有事干 有精神 有希望 他就死不了 他就为着那个念头 他不把阿弥陀佛给找来 他绝对不罢休 我就念 我发现 他不等我念完 他就开始念了 我念了大概十几生 老阿弥的脸色红润起来了 眼睛神出来了 你看一个佛法多么伟大 我为什么要学这个 释迦牟尼教的东西太好用了 你要神定气贤 你用自己的那个丹田气发出的音 一阵颤 把他的那个心哗啦就打开了 他心一打开了 里面哗就亮了 里面一亮 他的神就起来了 神一起来 精神一饱满 他的希望就来了 然后你就救了他了 真正救病人怎么救 救他的心 心死 什么都死了 心活了 神就活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佛法的伟大在于心法 你要学这些技术方法 你往生迷的净土也好 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也好 都能成功 但是要掌握这个诀窍 技术方法 这些诀窍叫口耳相传 就是都不在书里面 为什么不在书 我的师父他对我就有一个要求 他口耳相传给我的东西 我将来写书就犯戒 就不让我写书 所有的东西你讲课可以讲 有缘人可以听 出你的口入他的耳 这叫缘分 这师父当年的话说 出你的口入他的耳 入他的心 这就叫缘分 你们记住这什么叫缘分 你写在书上 他看了这个诀 没有入他的眼 没有入他的心 这个叫坏了缘分 这个是对他不好 它叫亵渎圣法 亵渎真法 对你也不好 你叫往传非人 因为他没有入心 没听进去 然后往传非人 非人就是匪徒的匪 匪人 匪人是心不在一块了 散的到处都是 他心不能聚起来的人 所以我们师徒相传的口诀是不允许写在书上 只允许口耳相传 就是在讲堂上可以讲 不允许写在书上 所以大家要重视 要寻这些口诀 我就刚才说 念佛法门好不好用 好用 但是你没求到那个诀 你没有入心念 你没有启动自己的心光念 你的心里面 雪白的光都生不起来 你都不能把自己的脑电波给它凝聚到大脑正中 使它不再放电 那你就不能够使别人安定 你自己都定不下来 因为这叫全息性啊 你自己乱 别人跟着你学 会不会乱 那不乱才叫怪 一定会乱 你自己定 就把别人也定住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的脑电波的是第一个定 这个脑电波的定 就是左右大脑往中间放光 那么你就要把母光请到两个大脑中间去 这个方法叫止观双运法 就是先要止住自己的八个心 叫八个意识 叫前五十 眼耳鼻舌身 这个五根 眼是眼根 耳是耳根 鼻是鼻根 舌是舌根 身是身根 这五根会产生五种识别的能力 眼的识别能力是见 耳的识别能力是听 鼻的是嗅 嘴巴是肠 身是处 就是冷热 我知道身上有个感触 这个叫眼耳鼻舌的身的五十 你要把这五十转 转成什么 转成成所作至 因为我们人在世间要功得圆满使成佛 你如何使自己眼耳鼻舌身都变成工具 变成你成就佛的事业 成就佛的果位 成就佛的职称的工具 要把前五十变成成所作至 你还有个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是什么 第六意识是一个具有惯性的意识 一辈子训练训练训练 你大脑不动的时候它先动 比方说四川人他吃饭找辣椒 没有辣椒他吃不下去 什么原因 他一辈子就是吃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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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辣他就吃不下去了 所以他一吃饭就想辣椒 惯性了 这个惯性的养成就使你在大脑还没产生动作的时候 产生念头的时候你已经做出决定了 这就叫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也要把它转成妙观察制 妙观察制就是我今天要吃饭 我是四川人 我要请大家吃饭 一看 这么多 五六十号新加坡人来了 这还是请他们吃麻辣火锅呢 还是吃粤菜 要思考一下 要争取一下大家的意见 你们不怕辣 我请你吃麻辣火锅 咱们新加坡人到四川可不敢吃那玩意儿 吃了就跑厕所 拉肚子 他那个太厉害 不是一般的辣 不是我们这儿的麻辣火锅 到新加坡他经过改良 加了很多你们能吃下去的 我吃了第一次就跑厕所 害得我两天就不能跟人谈生意 肚子疼 我还是山东人 老家是山东的 新加坡人去了地道的肯定受不了 你要妙观察 都是新加坡人 好了 我们吃粤菜 今天我不遵从自己的那个惯性 我顺着你 叫恒顺众生 Follow 顺着大家 你们欢喜 我欢喜 这开始用脑了 叫第七意识 第七意识在佛法里面叫莫那时 莫那时是什么 就是开始左思右想 前思后想 他开始站在别人的那个角度 在妙观察的那个角度上 他开始思考 但这个思考里面有一个很坏的问题 就是第一念头还是自私 就为自己想 我能不能劝你们吃麻辣火锅 他第一念肯定问 今天我还是请你们麻辣火锅好不好 他不会说今天我请你们吃粤菜好不好 他第一问一定是说 咱们吃麻辣火锅 为什么 他吃 他高兴 自私 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人 他太伟大了 他舍弃我 成全大我 第一 我请大家吃粤菜好不好 你们记着鼓掌 否则下一步就吃麻辣火锅 记得鼓掌的都要请客 你们要请他们大家吃粤菜 所以大家要记住 你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 已经是平等性质了 转了 我们这个叫设身处地 为别人着想 极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种是君子 他已经把第七意识没有自私了 转成平等性质 我站在你的角度考虑问题了 再往下是什么 再往下就是灵感思维第八意识 第八意识是你过去生累世积累的经验 都储存在的思想库 它不是你这一生形成的 它来自你过去若干生 五十节以来的东西 都变成一本书 一个档案 存在你的大脑中 存在你的记忆库中 这个记忆库好比我们新加坡的国家图书馆 里面没办法数到底藏了多少本书 太多了 一生就是一本书 你这一生不会的东西 你前生学过了 你有印记在第八意识里面 你如果能够把前世的东西展开 到今生使用 这叫叠加 你今生的成就可以寄身成佛 在座的各位今天为什么能来听这场讲座 实际上很简单 你的八识库中 你一直没搞懂什么是佛教 你来寻找这个佛教 到底佛当年教了我们什么 教了我们什么 可以让我们一生成佛 教了我们什么 我们可以三到五年就成佛 所以这个东西在你的潜意识中 你的第八意识库中 在过去生中 它一直在追寻着的一个答案 所以今生你一定要来寻找它 那这就叫有缘众生 你还能够用它 你还能够用它 这么多了 那么有缘 像这个后来 那一样 那这就是这一样 像个某些 的一样 那一样 你用它